中共官方媒体在日前发布消息说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原政协主席张鹏慧 在中秋节这一天自杀身亡 据了解内蒙古是江派常委刘云山的老巢 有分析指出 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那就是习近平要对刘云山动手了 据中共官媒新华网9号报道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原政协主席张鹏慧 于8号晚上中秋之夜 被人发现在办公室内割腕自杀 警方赶到时张鹏慧已经身亡 现年60岁的张鹏慧是内蒙古赤峰市人 曾担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市委副秘书长 林锡谢县委书记 赤峰市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呼和浩特市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 2008年到2013年期间 任呼和浩特市政协主席 资料显示张鹏慧的经历 与中共江派常委刘云山存在交集 张鹏慧在1988年到1995年 任赤峰市市委副秘书长 而刘云山在1991年到1993年 任赤峰市委书记 是张鹏慧的顶头上司 刘云山一直是起着很不好的作用 在宣传上在他能控制的范围 他给习近平搞了很多这种自柔的行为 对习的行动是有一定伤害的 习王对这个事情一定会反击的 反击呢 那像这个跟那个 呃 邓云康之前的这个动作一样 他要在下边要收集他的证据嘛 内蒙呢 恰恰是林云山的这个发起的地方 为什么说有人会自杀了 很显然 他就一定肯定是受到了某种压力 也就说明实际上这种 这种反腐啊 这种收集证据啊 已经在盯着他了 这应该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 就要开始对林云山动手了 据了解 内蒙古是刘云山的发迹地 刘云山在1993年进入中训部担任副部长前 长期在内蒙古工作 进京后 也一直与内蒙古政杰密切联系 内蒙古被视为刘云山的老巢 而最近 刘云山的老巢频频出世 除了张鹏慧自杀身亡外 8月16号 霍克浩特市原市长 时任霍克浩特慈善总会会长的 汤爱军被调查 7月17号 内蒙古自治区原常委 统战部部长王苏毅受贿案 一审宣判 王被判无期徒刑 据了解 汤爱军早在2010年4月 就辞去了市长职务 之前一直没有被调查 是因为他的靠山很硬 大纪元新闻网专栏作者周小辉指出 汤爱军的经历 与呼伦贝尔盟盟委书记连级有短暂交集 而连级与刘云山关系密切 汤爱军八届连级 进而八届刘云山是完全有可能的 而王苏毅也与刘云山关系密切 王苏毅长期在巴燕道尔盟任职 先后出任盟委副书记 盟长市委副书记 市长市委书记 刘云山家族在矿产丰富的八盟 攫取巨额利益并非空穴来风 张鹏会所依靠的 能够有据可查的 基本上来讲就是刘云山 那刘云山他已经离开内蒙很多年了 他凭什么能在内蒙古去吸金呢 当然靠的是他这个老的关系 除了被抓那个汤爱军 不排除有张鹏会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张鹏会真知自己的这个腐败行为 足以致命 他的后边的人已经他知道保不住他 所以他选择这种自杀呢 周晓辉还指出 连吉也是内蒙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官员之一 这让他与刘云山再次有了共性 2011年10月 连吉突然调到甘肃省任宣传部长 而能够实现这种调动的 非常管宣传口的刘云山莫属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在镇压法轮功这方面是非常积极的 大量的这个案例都显示了这一点 就是内蒙地区从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负责人来讲 能上去的 他肯定是跟这个中共江派镇压法轮功 这个派系关系非常密切 他们仗着上边有这个靠山 罩着才敢大胆地去做 然后互相关联去贪污腐败 据了解 习近平阵营正在暗中敲打刘云山 除了派遣中央巡视组 进驻刘云山控制的新华社和央视 密集清洗外 刘云山的老巢 内蒙古也被暗中摸底 据报道 今年1月到7月 习近平 李克强 王岐山 于正生等四位中共常委 曾五次到内蒙古调研 有评论指出 内蒙古官场或将成为另一个山西 等时机一到 刘云山的老巢和关系网将被王岐山整锅断掉